政治焦点要说到了 就为了云林县卖辽香奖补选 你看到的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还亲自南下long stay住了九天 没有想到开票结果出炉 选的真的是不漂亮 现在柯主席被说根本是帮到忙 一身招牌白衬衫和西装裤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十三号起了个大早到云林县卖辽香 陪自家补选候选人林毕里投票 镜头前两人握手打气 没想到补选结果出炉 林一里惨吞老三便当 难道经过柯主席加持 却帮了倒忙 话虽如此 柯文哲忍不住皱洗眉头 毕竟选前他积极服选 还特地南下long stay九天 不管是亲自夏天采收青菜 还是出动夫人排开直播吃早餐 柯文哲大打空战充声量 看准今年初总统大选时 在卖辽拿到33.7%高得票率 柯文哲想借这股市再拼一次 仍失败收场 因为你不尝试 永远不知道说我们缺点在哪里 以后我们还是会做很详细的检讨报告 然后再做修正再改进 相较2022年乡镇市长选举 以无党籍参选的林一里得票率 百分之十二点九股 这回代表民众党出征 却下跌到百分之十一点零三 硬生生少了一点九二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柯文哲和民众党 不仅没替林一里加分 反倒成为名副其实的逆辅选 柯文哲的政治明星光环 还是没办法移转给党籍候选人 民众党大军压阵浮雪没效果 开票当晚直接身影的林一里 内心想必也是五位杂成 这许家上方新采访报道